今天社会的南投康健 生计公司枪击案 酿成似死一伤 死者包括负责人的弟弟女儿 以及公司的流姓课长张姓女会计 而唯一的幸存者 同时也是生计公司的董事长 他的头部受到枪击 紧急送一抢救 而凶手胆大妄为行凶 现在台中高分院二审判决出炉 是李红烟另换非法持有非制式所枪罪部分 李红烟所以原审量行过重提起上诉 本院任他在过院的上诉 均无理由 亦并驳毁 散开手办个罪 本院并定因执行行为实行 此夺公权终身 判决的内容就提到 李红烟有计划性的进行杀人犯罪 并采行刑事的守法目无法纪 已经达联合国两公约 情节最重大之罪 并斟酌原审法院请台湾司法心理学会 鉴定后出具的量刑鉴定报告 难以认定李红烟具有较为显著教化的可能性 那么经过综合整体考量认为 由屡市隔绝 而且出于死刑的必要 全案可以上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